如果当你一觉醒来 发现已经与杀人犯互换了身子 杀人犯顶着你的相貌和身份 在外面呼风换你 睡你的妻子 打你的孩子 而你却要顶着连环杀人犯的罪名 每日忍受各种言行逼供 甚至很快就要被执行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该怎么自证清白 让妻子相信 他的丈夫是个冒牌货 男主阿呆就不幸遇到了这么倒霉的事情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阿呆是个浅诚的信徒 这天他正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 来到教堂祈祷 阿呆事业顺心 家庭幸福 从教堂回来 他与妻子拥抱 与一双可爱的儿女告别 就匆匆忙忙起程上班去了 可就在行驶途中 妻子就突然打了电话 阿呆只能边开车边与妻子通话 却不想还未开出几个路 就被突然出现的皮卡侧面撞击 撞击过后 阿呆伸手重伤 他只记得自己来到了医院 阿呆看见 妻子和一双儿女正满面愁容 等待着医生的消息 可任凭他怎么呼唤 妻子都没有任何反应 女儿更是对眼前的自己视而不见 就在阿呆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一旁一位平头男子告诉他 不要再挣扎了 他们已经死了 没有人能够看见他 随后平头男带着阿呆来到了病房 原来他就是与阿呆撞车的男子 此时病床上的两个人 都已经停止了呼吸 阿呆不敢相信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等他睁开眼 居然又恢复了心跳 他急切地说 想见自己的家人 可一旁的警长却冷冰冰地告诉他 他没有家人 手腕上带着冰凉的手铐 镜中人吓了阿呆一大跳 他确实复活了 可灵魂却阴差阳错 进了平头男的身子 阿呆被关进了监狱 从律师的对话中 他了解到 原来平头男叫做理查德 是个杀人狂 他无恶不作 在12岁那年 就杀害了自己的全家 阿呆试图告诉所有人 自己叫做阿呆 是一家银行的经理 可这一切 都变成了想为自己开脱的谎言 杀人犯挨过刀 中过枪 是个危险分子 狱警自然不会对他客气 望着冰冷的监狱 阿呆不知道 该如何自证清白 很快 阿呆迎来了第一位探视者 定睛一看 眼前的男子 竟是西装革履的自己 原来车祸过后 杀人狂里查德 就代替了自己 如今他在外面享受自由 睡他的老婆 打他的孩子 可阿呆却要替他忍受无尽的刑际和折磨 杀人狂说 或许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想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杀人狂表示 自己会经常来探视他 叫他如何与监狱里的人打交道 与此同时 他也希望阿呆 能够传授一点他的生活方式 好让他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 此时此刻 阿呆没有选择 因为只有配合他 才能保证自己的气而安全 阿呆再次见到了律师 律师说 他没有麻烦了 因为警方找到了他折磨虐杀涉害人的录像 涉害人之多 手段之残忍 令人咋舌 律师希望阿呆能够配合警方招供 帮忙找到涉害人的尸体 这样他就能跟警方谈谈条件 帮他争取个无趣啥的 可这些事都不是阿呆做的 他也不知道那些涉害人到底被埋在哪里 阿呆一遍遍地解释 试图让律师相信灵魂互换的事实 可这一切在律师的眼中 依然是他为自己脱罪编造的谎言 警阿呆如此执迷不悟 律师只能无奈放弃了为他辩护 画面转到杀人狂 与阿呆的窘迫不同 此时的他正享受着两米的大床 妻子笑醒了阿呆 今天是教堂的礼拜日 杀人狂浅诚地唱着诗歌 努力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妻子发现 眼前的丈夫思想非常阴暗 一副草木结冰的样子 尽管他表现得很怪异 可大家只当他是车祸撞坏了脑子 还没有恢复好 杀人狂非常珍惜着来之不易的重生 图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这天 女儿接到了从监狱打来的电话 变换那头的阿呆非常思念其余 可就在他试图告诉妻子 她的枕边人是个杀人狂的时候 丈夫却一把挂断了电话 杀人狂告诉妻子 只是个喜欢打骚扰电话的疯子罢了 监狱中的阿呆孤立无援 玉警还会不断找机会折磨自己 原来杀人狂的其中一位涉害者 就是玉警的未婚妻 即便是到了现在 她都不知道未婚妻的尸体埋在哪里 阿呆只要稍有反抗 就会招来一顿毒打 杀人狂又如期来探望自己 显然阿呆的电话让她坐立难安 她已经换了家中的号码 并试图劝说阿呆接受事实 因为此时此刻 她顶着这副皮囊 就算是自首 警方也不会相信她是杀人凶手 杀人狂说自己从小就被父亲抛弃 如今阿呆的妻子漂亮温柔 儿女乖巧懂事 她一定会尽到一个男主人的责任 现在唯一的难题就是 她无法胜任阿呆的工作 阿呆是个银行经理 杀人狂说 老板发现她过去的账目有问题 一直紧盯着这些账目不放 见杀人狂如此有诚意 阿呆便只能传授她一些工作上的技巧 那就是将账目交给自己的属下签字 这样就能保证杀人狂高枕无忧 杀人狂非常满意 作为交换 她也会经常带来一些弃儿的录像 以及阿呆的相思之苦 监狱的折磨还在继续 警方见阿呆五花大棒 并问她将那些尸体埋在哪里 为什么她如此残忍 可阿呆是真的不知情 稍有不从又会换来一顿毒打 与此同时 杀人狂正带着妻儿去打棒球 她说要给儿子买一副新的棒球手套 可妻子却说 阿呆上个月刚给儿子买过 她的本性正在渐渐暴露 甚至为了一个车尾 与路人大打出手 受了气的杀人狂 再也无法按捺暴躁的本性 她开始对着妻子大发雷霆 逼着妻子给自己做烤面包 禁止儿子在空闲室玩游戏机 她用自己的一套方式控制着家人 逼着他们为命是从 监狱内 无尽的刑际和折磨 同样让阿呆坐立难安 律师不相信自己 外面的妻儿正面临着随时被杀的危险 阿呆是个浅诚的信徒 可此时此刻 他的上帝又在哪里 今天是女儿学校的演出 阿呆瞧见 舞台上的女儿正在快乐地舞蹈 可转眼 女儿满身都是鲜血 阿呆吓坏了 她瞬间从噩梦中惊醒 这个梦是个不好的预兆 她发了疯般的呼叫狱警 既然上帝无法救她的家人 那她就只能自救 阿呆告诉狱警 她愿意与警方做个交易 供出尸体的位置以换去减刑 大雪纷飞的天气 一名狱警举着猎枪 押送着她去见检察官 她借口自己想要方便 随后趁其不备 很轻易就搞定了两名狱警 好在阿呆虽然继承了杀人狂的身手 却仍然保持着善良的本性 急急忙忙往家中赶去 逃跑的途中 狱警打中了阿呆的腿 她就这样拖着受伤的身子跑回家 面对突然跑回家的阿呆 杀人狂不慌不忙 而是随手拿起水池里的尖刀捅了上去 然而阿呆也不是吃素的 一番四打过后 阿呆仍然站了上风 她用尽力气掐晕了对方 哪知道还未缓过神来 就一面撞上了赶刀的警方 急声枪响过后 阿呆睁开了双眼 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身旁是早已断气的杀人狂 她松了一口气 挣扎着想见见自己的家人 阿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推开了警方 跌跌撞撞来到了卧室 只见妻儿已经被五花大绑 早已没了气息 年幼的女儿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孩子受了很大的惊吓 她瘫倒在了警方的怀里 警方询问她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杀了她的母亲还有哥哥 原来是杀人狂顶着阿呆的皮囊 在女儿眼前杀死了妻儿 她早就拉了阿呆做垫背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这集故事是整个系列最精彩的故事之一 于1997年上映的电影《变脸》 有一曲同工之处 只不过相对于《变脸》的完美收场 这个结局却令人绝望 这一切的起源 看似是妻子的纳通电话 如果不是阿呆因为无视交通规则 接了那通电话 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阿呆是个浅诚的信徒 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礼拜 可当阿呆在监狱里受惊折磨的时候 上帝却没有出现搭救她 反倒是杀人狂得到了重新救赎的机会 编剧看似是在讽刺信封上帝没有好下场 可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端倪 杀人狂最后一次探视阿呆的时候 告诉她领导发现银行的账目有问题 阿呆当时让杀人狂将账目交给属下签子 从这聊聊几句话可以看出 阿呆对于银行账目的问题早就了然于心 她一直在贪污银行的钱 并且靠着做假账谋骗上司 在领导发现账目有问题的时候 便将账目交给属下签子 让属下当自己的背锅侠 阿呆并不无辜 她每天就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做着肮脏事 即便是进了监狱 也一点没有悔改的意思 她有很多次忌讳 可以从杀人狂的嘴里 问出那些受害人被埋在哪里 让那些无辜的灵魂得到安息 也可以换取自己减刑的机会 可她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她满脑子只想到自己 她做假账 坑害下属 还开车接电话 是他人的性命不顾 上帝给了她惩罚 同时也给了他们俩救赎的机会 显然两个人都没有珍惜这次机会 这不是神的戏弄 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只是可怜了阿呆的妻儿 他们的人生才是一场彻头彻我的悲剧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